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太宗这才释然 史书上这短短的一席话 却透露着当时北宋政坛的波爵云归 储君之位何其尊贵 元凯虽大魏得定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上位 其中就包括能给太宗吹耳边风的人 明德李皇后和大宦官王继恩便是各中代表 李皇后本是北宋开国功臣李楚云的女儿 她在太宗继位前便已嫁为王妃 有如此出身自然身份尊贵 胜得太宗信任 而在外朝 李皇后的哥哥李基隆又是当朝名将 在持续25年的宋辽战争中 李基隆战功赫赫 尤其是在徐和一战中 侧引黑面将军尹基伦 同重创辽国名将耶利休哥 使辽国此后十年内在五大局前赛 有这么一位站在军界顶峰的兄长为后盾 自己有地位崇高 李皇后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自己能拨弄风云 但是很不幸的是 李皇后并不看好袁凯这个孩子 袁凯毕竟是宅太久了 对于那些朝堂老人来说 他更像是个突如其来的天将 而皇长子袁左才是那个青梅竹马的故人 更谎论李皇后亲自抚养袁左的子女于膝下 政治投资早已有之 大宦官王基恩亦是如此 当年 宋太祖驾奔 孝章宋皇后想要绕过太宗和太祖嫡子赵德昭 改离太祖幼子德芳为敌 却不料被王基恩抢先一步暗中暴行 将太宗迎进朝中继位奠定局势 如今到了这皇宋国第二第三代领导人交接的时刻 老同志王基恩自认宝刀未老 又想重操旧业 再过一把撤离新军的影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也不管早已淡出朝堂的袁左 愿不愿意配合他俩的野心 将他强行拉下水 卷入了这次宫廷阴谋 至到三年三月末 宋太宗禀逝 王基恩马上策动参治政事李昌龄 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 直指告胡旦等十全派大臣策动政别 在李皇后的授意下 王基恩更是亲自出马 前往中枢审 逼迫宰相支持自己 当时的宰相吕端 向来以个性温厚组成 当年他靠父辈的恩医才得以步入官场 之所以能在满朝近视之中立文身脚 靠的便是敦厚温润的处事作风 但在王基恩这样的阴谋家眼中 温厚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软弱 事故他敢肆无忌惮地支身前往 毕竟在朝内他有后宫 禁军和大臣的支持 在朝外更有李继龙统兵压阵 而身前的吕端只是个老实人 只需随便施压 想来便能将其压服 就像当年吕端与扣准共事一样 吕端虽比扣准到二十岁 虽然与扣准官位相仿 却自愿甘居其辞 但是王基恩毕竟还是猜错了 老实人或许忍让 但忍让并不等于确挪 吕端让位扣准 固然是个性示人 但个性深处更有为国理贤的庸荣 庸荣宽广的胸怀 或许不如阴谋轨迹般狠辣锋利 但是却能如大海般围纳一切 包容万象 王基恩既留的心思 早在吕端的谋算之中 当吕端进宫拜见并位的太宗时 便已察觉到了宫中气愤的诡异 他立刻派亲信出宫 直会援凯 让其速速入宫 以备不测 在王基恩独自来到中书身后 吕端甲成太宗早有留下一兆 指定继承人 这放在中书画阁之中 王基恩己攻尽力 当下进入画阁翻找一招 却不料吕端带他进阁后 立刻把门反锁 直接把这个政变的核心人物 软禁在了中书画阁之中 斩首行动 大功告成 其后 吕端再接着进入皇宫 游说大臣控制行事 吕皇后却并不死心 反问道 公车已验驾 立四已长 顺也 竟将如何 想用原作皇长子的身份 强压众人 吕端听闻 临危不乱 当即反驳道 先帝立太子 正为今日 喜荣更有意义 李皇后听后默然 恰在此时 袁侃也来到达了宫中 吕端当即拉起于太宗灵鹫前 奋召即位 侍为宋真宗 真宗上位后 吕端仍不放心 怕李皇后再次暗中发难 暗算真宗 初次临朝时 吕端又登上殿前 拉开卷年 审视端坐于皇位者身份 在确定是真宗本人后 他才放下心来 率百官下败 奇呼万遂 大举奠定 真宗终于在吕端等老臣的誓死拥戴下 继承皇位 作为百多年来 第一个以正常陈旭 继位的太子 真宗对这位老臣的忠臣 感念于心 吕端年老体胖 走路不便 真宗为此将宫殿内的楼梯 重新修缮 以便吕端行走 每每临朝见面 真宗从不知乎吕端明慧 皆以官名相称 在对待政变乱党的处置上 真宗也能听取吕端意见 贯彻仁德之风 其中处置最严的王继恩 也不过是流放边关而已 除了几个主犯外 大多存款处理 名将李继龙身份敏感 虽未直接参与政变 却也再难重用 真宗倒能以家史向贤 出之外周这般体面的方式 将其兵权卸下 不动声色地叫他边缘化 对于齐兄远左 虽然和真宗间仍然存在着嫌隙 但真宗并没有学父亲太宗那般的 刻薄阴狠 逼死兄侄 真宗恢复了元左的爵位 允许他在家养病 无需上朝 让其继续安享富贵生活 元左以权谋的宿命抗争半生 如今也算是得到了解脱 他后来活到了仁宗年间 看尽东京梦画 安享天年 至于明德李皇后 真宗继位后 他又安安稳稳地生活了六年 母子之间倒能相安无事 实在 真宗未尽孝导 为其修建万安殿 供其一样天年 这位太宗朝的皇后 出身高贵 多智谨慎 她本有机会再进一步 成为皇宋朝第一位 总摄朝纲的女主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最关键的时刻 吕端挡在了她的面前 结束了一切野望 只是连吕端都无法想到 她今天引力的真宗 在她身后 将会出现一位更强大的女子 将李皇后的野望 辅助现实 这位女子虽然出身卑微 却能以一己之力 扭转乾坤 开拓出一个新的时代 使凭这位女子 有无吕之才 无无吕之恶 她便是 属父 刘娥 我是不会输的 烦请各位一键三连 祝我卷土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